新年晚市是 台北市场柯文哲到上海第一天就行程满档 在跟上海市场杨雄短站会晤之后 晚上就要到黄埔江来搭船游览外滩的景色 那么这次呢他们也特别包船 让柯文哲还有他的市府的人员 以及随行的媒体都能够上船 不过媒体不能够携带摄影器材 那这次整个的游船行程大概是一个小时多 会游览黄埔江沿岸外滩著名的万国建筑群的景色 这可能是柯文哲行当中比较放松的一个时刻 因为从明天开始双城论坛就要登场 早上九点开幕式 柯文哲致辞之后还会到四个分论坛 包括了青年创业 医疗 文化 还有智慧城市 下午还要到江浦的青创中心来实地考察 上海市政府怎么样扶持青年就业及创业 而明天还要参观上海档案馆 上海城市规划馆以及中共一大会址 可以说行程是满满满持续到最后 中文也会为您持续掌握柯文哲在上海的最新行程 以上就是黄埔江游船马河的最新现况